这是结构奥妙 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 任何字都离不开这个 都离不开 所有字都有这关系 只是特别明显的和比较微妙的差别 楷书就是 你比如说汤楷 就是燕真卿 刘公圈 汤 五大家 燕柳欧 于是难处 最良五个人 他们的楷书 我们觉得那是最正进为作的了 你注意仔细去看 横也不是完全平的 竖也不是完全垂直的 它还都是有一点倾向 往里面有一点斜 一定的 你仔细去看 回去去研究 外行人写字 为什么感觉 怎么写 怎么看着难看着 难受呢 他不懂得 一 没下过这个功夫 再一个就是他不懂得 他自己瞎编的 他觉得自己很有性格 很有风格 很有个性 很多人都那么写 乱写 写得歪歪扭扭的 尤其那些领导通知 写的字 哎呀 简直不能看 哎呀 怎么看怎么难受 过去那人 过去那领导 像毛泽东 周恩来 他们都写得很好的 对吧 包括那陈济 什么朱德 没有写差的 几乎没有 包括林彪 他们都写不赖 再跟你们说 写字 你们现在既不能 特别多的磨 那叫磨珠 阴的 湿乎乎的 那不行 又不能有干笔 干干枯枯的 我们讲山水 正讲法 要有干笔 要有可笔 要有枯笔 写字不能 写字要实实在在的 沉沉实实的 凝重 稳重 诚实 那么写 可是画画呢 它需要 我们昨天讲了 它需要 有笔里 有墨 有墨色变化 有这个墨的感觉 笔墨的感觉 有墨法 可笔 浇墨 它是一种墨法 古人有这个 那样的画 你们现在 因为你们不是 钻研究这个车 你不知道 我们古人前人 都有用胶墨 用可笔画画的 这种经历 像云林 就是 可笔多 对吧 你们不是手头 有它那个书吗 对吧 它就可笔多 它画的 石头 经常是这样的 它画 尤其画远山 你看 这样 又有 又虚 这里头不仅仅是个 可笔干墨的问题 这里头真的有点学问 你们仔细看看他的画 不仅他一个人这个画 还有清朝的叫戴本校 也是用可笔画 它勾的石头也是特别干 那么可笔 而且它穿的特别少 比如说画一块石头 这再画一块 它只穿这个轮廓一点 里面都不穿 这挺齐 就这么点 完了 其他就画书 我画其他的 可能再画一块石头 它就这么绝 写字就得石 花山水 有的时候要 或者说很多的时候 大量的时候 有可笔 你要知道 正因为你写字 练字的时候 特别石 你用可笔的时候 不仅仅是干和可 那个干笔也是很实的 明白吗 明白我说这个 我告诉你们讲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样的笔 仍然是 仍然是这样的 人应该写上这一字 哎 仍然是沉水的 就跟 就跟这样的 一样的 只是它 莫少 听到吗 它干 你看着干 它实际上也很沉 所以就不容浮 这个东西不是抹出来的 不是这样 明白吗 不是这样的 它是很沉下来 沉下来这么画的 明白吗 这是 中国画里的奥妙 你要懂这个东西之后 你知道 哦 那样的 这是表面的虚 实际上没一笔 在纸上留下的痕迹 就跟写在纸一样的道理 只是它可能用侧风 笔里头含的水分少 明白吗 它干 就显着干 现在感觉很枯 很渴的感觉 诗笔容易 诗笔一沾水 一画就诗笔 当然诗笔你要画大量的画 也有古 也有难度 那也要看你那个收法功底 你收法功底要不强的话 你诗笔就都一滩末多了 都软的 它勾的 勾的线 它诗笔勾的线 一样的 要有绿度 要有厚度 你知道吗 不然的话就 软面条了什么 就跟食堂卖的面条 煮半天 拿水泡半天 谁去 谁从那牢给 卖的那个 都发开了 那面条 这根这么面条 这么粗 一向这么粗 所以不管是湿的 湿的笔 它也要有骨 你从那么湿 一样的 内在的 我们书法里 特别讲这两个字 书法里 画法里 都讲这两个字 古法 对 古法用逼 有的人不懂 古法用逼 别说谁了 说谁不好 闹矛盾 咱别闹矛盾 有的人讲 古法用逼 什么 就是画骨头 人有骨头 石 石头还行 你说那画 还有什么骨头 画一画 还有什么骨头 古法用逼 是指什么 你们理解 古力 古力 对 古的力 像支撑着 一个人体一样 我们先是骨架 对吧 然后才是 血肉 还有神经 这些东西 对不对 骨架 是最基本的 骨架 你想我们昨天讲了 昨天是前天说 这个人的骨头 已经松松了 甚至于骨癌那种 看着人都挺好 实际上已经不行了 对吧 那个人还有架子 但是骨头已经不行了 骨头不行了 就甭说憋出了 血肉再好也没戏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骨 骨力 骨力 骨的力 骨的气 你看 我们经常说 这人有骨气 看了 你看了 从这都通的 我们这个文化里头都通 说这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不随 不随众 不从众 不是在关键时刻 那种叛变的 那种投降的那种 不是那种 有骨气 是吧 坚持自己的信念 这是有骨气的人 是吧 所以过去说 中国人 中国画家 好画家 好画家 在 时代变迁时期 比如说 从宋到元 从明到清 这些个阶段 很多有骨气的文人 画家都跟政府不合作 也不去 参加你那应试 什么的 是自己宁可 教教书 自己公耕 或者是自己 种点地什么的 学写画画 一生 不求文达 不求跟你那个 怎么样 这都是有骨气的人 因为吧 四生我们说 四生也好 或者其他人 大多数人吧 一说明代 移民画家 一般都是这 当然石韬另说了 石韬还结架两次 那是另说的 比如说 清朝的大书家 我们一提 富山王夺 王夺富山 并提的时候 但是富山就是 从明就入了清 做官了 我们不绝对这么说 至少有问题 说实话 我看他的字 跟富山没法比 王夺呀 没法比 王夺那功力 可以说非常深 写那个草书也好 楷书也好 行书也好 都非常好 他自己很自负 他认为他很了不起 他写的字 他之后有个长卷 他写最后 不服不服不服 那意思就是别人说我怎么样 或者跟前人比 很不服气 不服不服不服 三个不服链子 我后来看 我就发现 的确他还不行 他跟富山比 他更多是功力 功力 知道吧 就是能力特别强 气息不行 气息没法比 气息跟富山比 差一样了 富山因为那人格是跟他不一样 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知道了 学习书画 它牵扯到这个问题 看到吗 不仅仅是我画一东西 什么东西画好了 是吧 所以你看这好画家 换了画 写的字 那精神就不一样 传达出那精神就不一样 我说这个话题上 引出来这个话题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中国书画 中国诗书画 中国的文人 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们不要忽略 不要光以为 哎呀我把一个东西画好 就行了 就行了 比如说 抗战时候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黄斌鸿 七白石 他们都是有古气画家 有的人就不一定了 比如说七白石就是 门上贴着条 不接待任何人 那时候日本 他已经有名了嘛 日本一些人去 去拜访他呀 买他画 都拒绝 黄斌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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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鸿鸿鸿鸿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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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经给 想拉他出来 做什么 就像现在的这么 美术组织啊 什么的 让他当个什么 给他搞画展 都不参与 都不参与 而且告诉他 现在虽然我们两个人 关系不错 但是现在是 我们两个民族在战争当中 不能 不能接待 绝对 那人 我看了介绍啊 那个资料 那人 去他那拜访几次都没有 最后冲着他那门 狙击共走 这是日本人 这是大街 没有吧 这人 人在一个大街上 要有 要有这个 知道吧 如果大街上没有 这人就是一个 寄生虫了 就没什么人格 他的写的字 画的画 他必然带着一种浓性 浓性 不可能有骨气 不可能有自己的 独立的人格 所以他写的字 换了画 好不了 必然是这样的 必输无疑 不刚说了吗 那些好画家 就是自己种地 对啊 自己种地 就是我不跟你合作 我也不当 拉你的俸禄 对吧 你政府跟那俸禄 我也不要 你那虽然多 我不跟你合作 特有骨气 自己公众 教俩学生 也卖点画 就这样 给他追求的 这不一样了 古人都有这个 我刚说 这是清朝的时候 那元旦像黄公旺他们 是给人算命 你也可以学学 给人算命 不卖画 画画就是自己精神追求 生存 算命 外国有个哲学家 修鞋 磨镜子 生活 但是是哲学家 想不到吗 有家人 在磨镜子 修鞋 你想不到 这太低下了 思想家 有著作 想不到吧 生存跟这个 跟自己从事的理想的这个事 有时候是很有矛盾的 但现代人不是 现代人就是想 我练会这一首 我就要靠这首谋生 这个也正常 但是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你就会完全被市场 被别人左右 你那个谈不上理想 你就是个工具 你就是画匠 为了拿这个挣钱去 我觉得不如像外面那个 捣点鱼卖卖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追求 这个东西还是应该追求高一些 我是这么想 你们跟我不一样看法 我觉得都正常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精神追求 应该比较高 追求的高 生存 另说 干什么都可以 不偷不墙 不违法 干什么都行 做什么都行 你做什么都可以 对吧 你现在又特别宽 对吧 干什么都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 毕竟是要表达一些内心的东西 精神的东西 实实话实说 你把它降低成一个 特低特低的商品 就真的有问题了 古人也好 洋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没有不卖画的 不要因为一卖画 我就自然就要画得熟 要不熟我就卖不出去 你这种思想就有问题 金牌师也卖画 石涛 他们也卖画 杨州画派的画家也卖画 乌昌硕更得卖 海派没有不卖画的 对不对 包括昨天说的虚谷 虚谷也卖画 虚谷和尚他也得吃饭呢 对吧 但画的照样很好 我是希望这样 我是希望 你卖画没关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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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的高 你不断的要高标准追求 这样卖画 希望你们以后 你们肯定以后 咱们再做的 各位 肯定有不少人 靠这个 生活 你教书得先好啊 你干什么也好 可能你 画画 这个生活 这个 希望你这样 提到这么一句 这才不多说 我 简单提一句吧 因为你们 因为咱画山水涉及到这个话题 咱们已经说了 现在强调一下什么呢 末法也来自于笔法 最初 末法有 焦末 破墨 寂寞 宿墨 破墨 还什么 对 黄斌鸿总结七种 七种 看到吧 七种 七种 三种 一样 三种 三种 八种 三种 三种 五种 三种 四种 五笔七末 五笔七末说 就是一笔里头 要这么多讲就 看到吗 要平 我们说要平 你看他写年岁时候 那个字写的都是那个 钻术一样 是吧 就透了 那个局部问题 一点一线的问题 我们说的 所以他画的石头 就是这样 树也是如此 是吧 看见过吗 是吧 就每一笔都是书法 懂不懂 每一笔都是书法 好 书法刚才讲了 这些东西还用讲了 用讲了吧 大体上你懂了 最后是个辫子 前本实际上这四个字 基本讲的是一个道理 就是要有分量 要厚 要留得住 要重 要圆厚 力量云 别忽上忽下的那种 便最后要放松 轻松 便你不能说 你为了追求 那都僵化了 做做的不行 最后放松 所以那你得多练力 所以你才会勾出来 各种各样的线 明白吗 明白这是什么 磨法 为什么说来自于笔法呢 就是 这笔里含着磨 浓也好 胶也好 你看 浓淡也好 树磨也好 胶磨也好 泼磨 泼磨不是张大千那样泼 不是那样泼 是比大师水分多了那样泼 他们要明白这意思吗 张大千的就真是到了 刘海处他们都问道 往上道 道顺着再放 他不是 他正泼布之类 鸡呢 鸡就是 跌迦 明白吗 叠加 都在一处叠加 在一处叠加就死了 交错的 明白吗 交错的叠加 都在一处叠加 都在一处叠加